我是占了这个妖女的情思 可我也只不过得到了一点他人的关注和爱慕而行 其实你的那些山盲害事 不过是因为情思吧 想得到别人的喜欢 首先你得心的善良人平好 大家好 这里是雨山频道 这期我们接着说长月记名 就在叶斌长治得意满之时 他霸占别人情思的丑事 忽然意外曝光 开始他死不承认 无奈碍于男人的威严 他最终坦白 男人听了非常愤怒 男人最终还是抽了他的情思 并废除了他宣称夫人的封号 从此贬为家铺 永远不得靠近自己 夜里女主夜心武偷偷探监萧林 计划着要救他出去 可是萧林受了前期夜兵场被判的沉重打击 打算在牢里聊此残生 然后女人探监的事就被魔神老公无意间知道 一开始 萧林把手放在夜姑娘的脸上 那夜姑娘 用力去扯她的衣裳 夜兵长不甘心 自己的命运变得如此悲惨 他竟把这一切都怪到妹妹夜西雾头上 当看到妹妹在给她老公主填装时 嫉妒与愤怒瞬间涌上心头 一个恶毒的计划顿时在脑中萌生 这么好的机会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 好了以上就是长夜敬明本期视频内容 那么夜兵上的阴谋是否得逞 我们下期接着聊 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